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 在新年贺词中,习主席郑重宣告,我们将结成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 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不仅可以增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而且有利于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阳光、富强、开放的良好形象,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宣戒北京冬奥会之于中国与世界的重大意义, 置地有声的话语响彻国际舞台,让世界看见言必信、行必果的中国。 始终拨回到2014年2月,黑海之边,冬日的索气,阳光明媚,雪山碧海相应声辉。 习近平主席应邀出席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举行的招待会。 在同巴赫进行亲切友好交谈时,习主席表示, 中国既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已提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 这必将促进冬季运动项目在中国的普及和发展, 也将进一步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一年后的7月31日,马来西亚及龙坡, 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次机会。 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规署前, 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发出最坚定的支持、最庄严的承诺。 北京 巴赫话音刚落,会场沸腾了,中国沸腾了。 北京携手张家口获得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举办权。 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被点燃。 2018年2月25日,平昌冬奥会闭幕式尾声, 习近平主席通过视频向全世界发出诚挚邀请, 2022年相约北京。 北京冬奥会筹办工作稳步推进,成果有目共睹。 每一步都踏踏实实走过来了,现在到了冲刺的阶段。 我看大家的工作仍在紧锣密鼓进行,在努把力,奋力一击。 今年元旦后上班第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第五次实地考察北京冬奥筹办工作时, 这样勉励大家。 我们将结成为世界奉献一届奥运盛会。 世界期待中国,中国做好了准备。 新年前夕,习近平主席发表2022年新年贺词时向全世界宣告, 中国历来言必信、行必果,是奥林匹克精神的践行者、弘扬者。 全面兑现每一项承诺推动冰雪运动普及发展, 在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互动中, 习主席多次表明中国态度。 中国一直坚持绿色扮奥、共享扮奥、开放扮奥、连结扮奥的理念, 突出科技、智慧、绿色、节俭特色。 无论是新建场馆还是场馆改造, 都注重综合利用和低碳使用, 集合体育赛事、群众健身、文化休闲、展览展示、 社会公益等多种功能。 八年前在索契,习近平主席对巴赫说, 在中国,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 如果冰雪项目能在关内推广, 预计可以在两三亿人中带动更多人参与, 由此点燃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 如今,中国冰雪运动南展西阔东晋, 不断向四季拓展。 自2015年北京成功申办冬奥会以来, 我国居民参与过冰雪运动的总人数达3.46亿人, 冰雪运动参与率24.56%, 实现了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大考验, 中国实施科学化精细化的防控举措, 按照国际澳委会、国际财澳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 发布的防疫手册要求, 优化分区分类、双臂环、管理流程, 严格执行各项防控措施。 尽管受疫情影响, 冬奥筹办工作进展十分顺利, 这几乎就是奇迹。 巴赫称赞道, 毫无疑问, 北京冬奥会的设施都是世界级的中方工作人员 非常了不起他们将给冬季运动带来全新气象, 冰雪渐儿与国际组织的赞誉分支太来。 古老中国散发着青春颜色, 情真意切,笑容迎接八方的宾客。 2022相约在北京看圣火, 日前,来自英国米尔本小学的师生用中文演唱起 2022相约北京, 以他们的方式热情期盼北京冬奥会。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是世界各国的盛会, 也是人类团结和友谊的象征。 中国将在国际社会支持下, 举办一届简约、 安全、 精彩的冬奥会, 弘扬奥林匹克精神, 激励各国携手同心, 一起向未来。 习近平主席话语铿锵有力, 连日来, 一些国家民众和组织通过举办各类线上线下活动等形式, 表达对北京冬奥会的热切期待和美好祝福, 相信中国一定能为世界呈现一届精彩的奥运盛会, 为世界注入更多团结、 信心和力量。 在韩国,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在乳伊岛汉江公园举行了祝福北京冬奥会活动。 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长全启直表示, 疫情防控期间举办冬奥会十分不易。 中国为成功举办冬奥会付出了巨大努力, 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给世界留下难忘的美好记忆。 北京冬奥会的口号一起向未来与更快、 更高、 更强、 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紧密结合, 它包含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观和愿景, 同时表达了14亿多中国人民携手合作, 相互支持, 共创美好、 未来的热切愿望。 在奥林匹克运动发源地, 希腊奥委会主席斯皮罗斯·卡普拉洛斯送上祝福, 万众期盼的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启, 我相信这将是一场人类意志和努力的胜利。 中国对成功举办冬奥会充满信心, 对人类合作战胜疫情充满信心, 对人类共同美好的未来充满信心。 盛会举世瞩目, 世界翘首以待。 冰雪唯美,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 北京冬奥会开幕后, 吉祥物冰敦敦受到广泛欢迎。 当憨态可居的熊猫穿上象征冰雪运动的冰晶外壳, 面部被彩色的冰丝带环绕, 既呆萌又富有科技感。 仔细一看, 冰敦敦的手掌中还揣着一颗红色的爱心。 这份温暖的爱意, 由冰敦敦传递给人们。 我国各地群众购买冰敦敦周边纪念品, 并将其作为走亲访友的馈赠家里。 在赛场上, 夺得奖牌的运动员高举环绕金色花环的冰敦敦, 分享胜利的喜悦。 在多澳村里, 远道而来的客人对冰敦敦、 抱枕等周边产品爱不释手, 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 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之一的金晶, 再到如今的冰敦敦, 熊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形象, 向世界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 也传递着友谊与爱。 冬奥会恰逢春节, 中国民俗文化同冬奥主题元素巧妙融合, 令大家连连赞叹。 2月5日, 摩纳哥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体验 制作了冰敦敦造型的面素, 还请工作人员帮他再做一个, 以便能送给自己的一对双胞胎。 冰敦敦地走红, 背后正是人们对冰雪运动的喜爱和广泛参与。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一段名为《未来的冠军》的短片吸引了观众的目光。 盘山学部的小萌娃成为冰雪运动的爱好者, 虽然一次次跌倒, 却始终欢笑着再次爬起, 轻松幽默的画面令观众忍俊不禁。 这些萌娃被网友称作现实版的冰敦敦, 尽管它们的动作还略显笨拙, 但随着冰雪运动的种子不断种下, 中国冰雪运动的前景足以令人期待。 正如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所说, 冰敦敦受到人们喜爱, 从侧面反映了北京冬奥会的热度, 也反映了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效。 相信由冰敦敦带来的冰雪热, 还将持续升温。